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有很多人看起来很厉害 很成功 但是有些人只能一时成功 谁能够常常成功 永远成功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 三十七篇 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只会一时 有成功 有掌声 他们好像什么 在圣经诗篇三十七篇提到了 这些人好像烟快要消灭 短暂看起来顺利 但是一下子就烧完了 他们好像什么 三七篇第二节提到了 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看起来很绿盎然 但是一下子就要枯干 他们好像什么 他们像青翠树 但是当人从那里经过 却找不到了 看起来似乎是树木 但却倒下来 却没有生命 这些一时的成功 关键在于 没有上帝 失去永恒 地上一切的成就掌声 都是何等的短暂 而神期待我们得着永恒的成功 永恒的平安 十篇三十七篇不断强调一件事 就是我们可以承受地土 得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产业 不只是实际上面的地土 平安成就 更重要是得到上帝给我们应许的 永恒的生命 永远的平安跟祝福 经文提到了等候耶和华 必承受地土 谦卑人 必承受地土蒙 耶和华赐福的 必承受地土 义人 必承受地土 等候耶和华 必承受地土 神期待要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应许之地 而这个应许之地 更充满了很大的喜乐 耶和华为乐 神就将我们信承所求的赐给我们 在神里头有其他的喜乐 关键在等候神 真正的福分在于我们认识神 经文提到了等候神 承受地土一人 承受地土等候耶和华 遵行他的道 神就抬举我们 期待我们 人生选择专心的信靠 等候神 接下来要节 在第四节第五节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是交托耶和华 必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这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抓住 短暂地义上的成功 而是渴望 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喜乐交托 依靠神 得着神的成全与保护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你答应我们 当我们以生为乐 神要把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 把我们的事 把我们的家 交托耶和华 依靠神 神给我们成就 一切的丰富 谢谢主 祷告 仰望 奉耶稣的名 阿们